开中一名国小三年级的学生家长则是在网络上po文 说这个学校呢要求学生针对俄欧乌事件呢 可能引爆的欧洲能源危机来写报道心得 那么让家长反应两极 就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这件事情呢 对欧洲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课堂上老师正说着最近的国际事件 这是小学五年级的地理课 看看学生们这么回答 当然对欧洲的影响很大 小学五年级经过老师的讲解 坦诚答得有点吃力 但没想到在台中有国小竟出了这样的学习单 看看这张阅读心得单 标题写能源粮食依赖俄乌欧洲线危机 里头说的是克里米亚半岛局势紧绷 可能引爆欧洲食量和能源供应短缺问题 进而冲击全球股物市场 但仔细再看 这是国小的国际药文阅读心得单 而且还是小学三年级 这种经济场没有问题 五年级也都还没有教到 那三年级为什么会 又是俄罗斯又是乌克兰 这样的学习单该怎么下笔 说到学习单的家长说 这是要给孩子写的吗 有家长更直接痛批 这学习单内容超烂 根本就是出给家长的下半功课 学校配合教育局政策 要培养小学生国际观 这样的学习单让家长反应两极 父母要协助小孩完成 真的要花点心思 了解新闻 再引导孩子讨论 记者陈梦辉管一超 艺人台中张话 综合报道